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香港电影《一代枭雄》张车的带领下 在少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功夫片时代 同时还培养很多实力不凡的弟子 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张家班 其中就有一位 他因漂亮的健美身材 被大导演张车选中 成为其麾下的第一代弟子 碧羽王宇 罗列 谢元 张义 合称为少时无虎 实力不容小区 他就是郑雷 可虽说他有这样的称号和地位 发展却远远不及另外几位 本期就让我们走进大侠郑雷的传奇人生 郑雷1944年出生于黑龙江加姆斯市 他的颜值虽高 但身高却只有1米6左右 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进入影视行业发展 17岁时 郑雷对健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天坚持努力的锻炼 逐渐养成了极为壮硕的体格 是名副其实的健美先生 一身鸡子肉就是他的标志 而这也成为了郑雷能进演艺圈的优势 当时正是香港动作电影的黄金时期 极需要身手不错的表演人才 此时 张车为了开启武侠市场 正在着力筹派一部 名为虎侠奸仇的动作片 作为张车的首部武侠电影 他可谓是相当认真 剧本早已准备就绪 却一直选不到心中想要的男演员 因此张车就决定公开选拔 他就经过各大报刊 传播招聘广受艺人 看到这条消息后 郑雷就抱着适时的心态 来到了邵氏公司参加面试 很多人都知道 张车喜欢精美身材的演员 所以不出意外 凭借健硕的身材 俊美的线条 在一千多位青年才俊的应征者中 郑雷与体育健将出身的王宇 成功脱颜而出 深受张车的赏识 并在电影《虎侠奸仇》中 共同担任主演 片中拳拳到肉的真实感 令不少观众热血沸腾 在张车的带领下 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电影的新时代 而此片过后 郑雷与王宇的差距也拉开了 众所周知 60年代的香港影坛 可谓是阴盛阳衰 那些实力花旦成为了票房保证 甚至电影中的男主角 都是女演员反串 但在张车之后 暴力美学和阳刚美学 就呈现了出来 在电影《虎侠奸仇》后 王宇凭借扎实的无数功底 和一股敢打敢拼的劲 深受张车导演的青睐 并为他量身打造了电影 《独臂刀》 自此 王宇红透了半边天 而郑雷虽然有一身肌肉 但由于外形条件 在一种弟子当中并不突出 所以郑雷在电影中 就沦为了配角 随后他出演了《编程三峡》 《新独臂刀》 《大刺客》等电影 可惜粉不多 得不到表现的机会 一直都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但即便如此 他仍不抱怨 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 然而到了70年代 随着王宇的令气炉灶 和《新一城》等多家饮食公司的 火爆崛起 《壮事》不再是一家独大 而一直没被捧红的郑雷 在合同到期后 也另谋出路 转向了嘉宾电视 继续做演员 先后出演了白标版 《射凳运行传》中的 《一代枭雄》 《完颜红烈》 《未子云版》 《雪山飞虎》中 《阴行狡诈》的《炎击》 等多部经典电视剧 可没想到 人生就是世事无常 不久 毫无疑问 在这条路上 他仍是为别人做陪衬 在《八仙过海》 《铁胆英雄》等电影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八十年代 徐晓明的《金武三部曲》 红遍大江南北 黄元申 梁小龙等人 更是红的八字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大侠货运甲》中 为正宗迷宗权 发生争执的倦老头赵新显 和陈珍中 红口道长馆主的左腾霸川 其实他就是曾经 少事无苦之一的郑雷 气红人不红 这个结局 对于每个演员来说 有欣慰 也有遗憾 这一点 可能郑雷是最能 深刻体会到的 1989年 为了纪念张彻 从影四十周年 吴玉森与周星驰 以及狄龙 江大卫 陈关泰等 张家班弟子 齐俊一堂 共同策划了这部 《一胆群英》 而郑雷则在片中 饰演曹老大的朋友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还有吕宋华版 《笑江湖》中 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 穆高峰 《黄日华版天龙八部》中的 吴老大 我诅咒你 祖宗十八代 你这个死合成 我希望你段子绝孙 孝宋是出家人 段子绝孙 很合理啊 在这之后 他也就慢慢地 退出了影坛 虽然张彻没有 把他捧红 但他仍感激师父的 知语之恩 和邵氏的 陪玉之恩 始终做好一个 演员的本职工作 对待每个角色 他都足够地认真 也正是他的这种 敬意精神 尽管都是在出演配角 在当时影视行业 衰退的时候 他仍是片约不断 2002年6月22号 离带枭雄张彻 因病去世 享年79岁 郑雷依然以弟子的身份 前来悼念 送师傅最后一程 如今78岁的郑雷 早已吸引多年 移居加拿大 与家人过着 幸福的生活 纵观郑雷的演艺生涯 一生都在做绿叶 也曾被很多人遗忘 但他留下的那些 经典作品 确实值得 美味影仪 反复观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